大陸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首度访台 这两天分别安排和新北市长朱立伦 以及高雄市长陈菊会面 博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在行前公开表示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陈菊昨天已经提前向张志军隔空喊话 希望大陆尊重台湾多元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 总统府也选在今天这个时机点 发布了新闻稿指出 总统马英九在19号接受复笔市杂志专访时 公开表态指出 国台办的共同决定说的这一类议题高度敏感 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马总统还直言说大陆需要多做功课 就在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访问之际 总统马英九接受复笔市专访的内容 也在这时候刊出 针对日前国台办所说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总统也明确表态 马总统表示中共似乎不了解这类议题高度敏感 国台办说出中共的传统立场却不了解 台湾人民无法接受 总统还说大陆花旁大心力研究台湾 对这些议题要有更多了解 该怎么处理才能让大家觉得 大陆对台湾不是威胁 还需要做更多的功课 除了表达立场 马总统也利用出席三军将官受接典礼的机会 对于这次张志军访台做出回应 两岸事务的官员已经进行正式的访问 也都称呼对方的官衔 两岸关系确实有相当实质的进展 但是中共迄今对台海的部署并没有改变 所以国军建军备战的工作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两岸交流马总统乐观以对 同时也对国军信心喊话 张志军这次访问台湾 除了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当面表达政府立场之外 马总统也利用杂志专访的时机 回应国台办的谈话 就在两岸持续交流之际 有些话还是要讲清楚 有点TV综合报导